大家好 我是Jesse林杰 今年27歲 目前是在做一個OL的 主要是在做銷售之類的工作 怎樣知道麻鞋星是星夢招舞的 挺有趣的 因為我是我的妹妹 她本身很喜歡唱歌 之後她就看到這個比賽 又介紹我 我為了給她一點鼓勵 我就跟她說 不如我們一起參加 誰知道我入選了 很幸運的我在舞台上跟大家見面 有沒有哪個位置你特別喜歡的 星夢招舞的 我本身其實喜歡Chantelle 我覺得她的聲音很特別 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小女孩 對 我真誠 你自己喜歡唱哪一類型的歌 我每次去K房都是唱那些 要喊很大聲的歌 那些很有爆發力的歌 雖然可能不好聽 那你香港喜歡哪一類歌手 講到香港歌手當然是鄧紫棋 除了唱歌之外 你有什麼特別的技能呢 其實我小時候也學過很多東西 我懂得彈琴 我懂得吹雲笛 我也懂得深酸 跳舞 還有書法 那你自己準備了什麼歌 來唱這首新的歌 這次我唱的歌叫做喜歡你 那不是Beyond那個 是陳潔儀這位歌手的一首喜歡你 OK 為什麼選這首歌呢 主要是想表達我對一個男生的喜歡 同時也要感謝我的家人 他們跟他們說 謝謝你一直這樣支持我 喜歡你們 那你有信心有八強嗎 當然有 要為了獎金去奮鬥 對於你來說 你這麼有信心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我最大的優勢 應該是沒什麼經驗 所以大家說的話 我也可能比較容易吸收 比較容易搞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學過唱歌 還是我沒有學過唱歌 OK 那你沒有學過唱歌 但是你也唱得很好 我看到你在後台那時候 剛剛重播 那你有打算用什麼方法 如何超越自己的能力 再做好一點 其實今天來到這個比賽 已經是超越我自己很大的一步了 因為從沒有什麼參賽經驗 平時是做OL 來到今天這個 這麼大型的一個舞台 其實對我來說已經是很大的挑戰 還要學跳舞、唱歌 這些東西真的不簡單